嗨,哈囉,大家好,我是Benz傑哥 那我們今天來分享深血管拆箱 那這裡我研究了老半天 後來我發現根本沒工刀 用不到 就從這個123 我們把它釘子把它拔掉 這個外箱就可以這樣打開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包裝方式是這樣 那我們一打開呢 我發現其實坦白講這個管子沒有很固定 你看說明書 這個有空我們再來研究 然後它這個包材就這樣子 也沒有真正的填充到那個縫隙 那我抓一抓裡面也沒有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個填充物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OK,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包裝 內容物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整體拍一下 那這是原廠的圖片 OK,好,接下來我們是尾段的驗收 一樣也是免工具 它也是有三個 一、二、三 這三點把它怎樣 扶手 翻開 那就可以 那中間它這邊有膠帶 割一下就可以了 那打開之後 它的包裝方式翻得比較好 都有固定 那我們把它擺拍一下 OK,這是一個照片的呈現 那這是原廠的圖片 這是零件 OK 那我想說既然都要分享了 那乾脆把這個配件的部分 也來做個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狀況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它附什麼 上面這兩個 應該就是排氣管的電圈 電圈 然後這邊有什麼 螺母 螺母一大一小 不一樣大 然後兩個華氏 這一邊是什麼 很像套筒 很像套筒 兩個 但是它這個 有螺文的喔 有看到嗎 有螺文 很像套筒 這樣 那接下來裡面 好像有附貼紙 看一下 日文的 Moriwaki 上面 Moriwaki 下面英文 Engineering 截子 這個 也是一樣 Moriwaki Engineering 截子 然後這個 保卡 至於在 我是在亞馬遜買的啦 這個保護狀況 可能我 再了解一下 保卡 接下來這應該就是安裝的這個 說明書 還有一些技術文件吧 我想 OK 我們先看一下 它這裡面 它這裡面就有這個構成布品有沒有 總共有六項 總共有六個 所以應該要有六個東西 那我們對一下這個圖 沒錯 有六 一應該就是那個排氣管本體 我們看到 有 有 這個 墊圈 然後這個長得很像那個 剛剛講那個套筒 是 鎖著這個 滑溼 然後再鎖到那個 墊圈那邊 所以 然後這個 大小的螺母 看起來是鎖在那個 吊架那個地方 OK 所以沒有問題 好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構成 布品 裡面總共 有13項 好 那我們就對這個圖 來點 看看有沒有缺少 一是哪一個 一沒有 一應該就是這個 本體 二 就是這一個 這個應該就是 前段 跟 這一個 效應器的中間 暫時先叫它中段好了 好 OK 然後 3 是什麼 3是這一片 4呢 4呢 是這一片 5呢 5是 很像 華斯耶 5是這一片吧 5是這一片 這個是5 6 又在這裡 這一根 螺絲 7 7的話 是兩根小螺絲 7 這兩個是7 8是什麼 兩顆螺絲 9呢 這一片 很像防燙蓋 10呢 10就應該是這兩顆 1個 螺絲 11是 這一個 這一個 一個 一個環 12是 這個 12是彈簧兩個 13是什麼 13是 什麼是M130啊 沒有在上面 13是寫蜜 蜜30難道是這一張叫蜜嗎 不可能吧 13是什麼畫哥 13沒有在圖上面 等一下 有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畫哥 有啦 蜜30出現啦 在這裡 接著記吧 耐熱的 耐熱膠嗎 不知道 OK 東西內容物都正確 整理規格表給大家看一下 整理規格表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是各車型 我也整理給大家看 這是藍牙版 RS版 那這個新的版本雙座墊 這是Moriwaki版 裝上去的話 官網的圖片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就是要把它裝上去 一樣會拍片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掰掰